大家看,这是我的盆栽草莓 每一盆都是结得满满档档 大家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盆栽草莓又果期的管理 管理好了 大家的盆栽草莓都可以跟我的一样 果子结得又多,品质又好 我还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让这些盆栽的草莓持续的结果 吃完这一批,马上又可以出花出来 一直可以结到六七月为止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些盆栽草莓的状态 现在呢,每一棵上面都有很多小的果子 这些果子慢慢的就要开始盆大 很快就会成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输果 像这样的,每一棵果子上面的小果子太多了 那怎么去输呢 每一个花筋上保留五到六个果子就行了 对于那些比较小的,受粉不好的 我们都给它摘除掉 如果你的苗上有种心,也要给它摘 第二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开始调整肥料了 第一,我们可以每隔10到20天去给一些自己腐熟发酵的花生腹水 菜籽笔水之类的有机肥叶 有机肥叶,第一可以增加土壤里面的有机质 可以加速草莓植株对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 第二,有机肥里面有大量的氮元素 可以有助于果子的盆大 让果子后期的品质变得更好 当然,想让这些果子长大 我们一定要保证土壤里面的肥力足够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追施少量的均衡肥 均衡肥是什么? 就是蛋、银、甲、含量一样的肥料 每隔20天到30天去追施一次就行了 在幼果阶段后,我们还需要同时去补充少量的钙肥 钙肥只要每隔一个月左右给一次就行了 钙肥可以让它的果木细胞形成得更好 也可以减少后期出现裂果的情况 这样的水肥一直给到它的果子开始微微泛白 然后调整 等到它的果子开始微微泛白 那原来的均衡肥调整为高钾肥为主 什么是高钾肥? 就是蛋、银、甲、甲含量高的肥料 高钾肥可以加速草莓植株对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 可以让果子变得更大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增添 这个时候有机肥液给的频率高一点 每隔5到7天去给一次 配合着一定的控血 草莓果汁就会变得又大 口感又好 这个期间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去处它的下一锅花的出来 小伙伴在盆栽草莓的时候经常遇到断茶 也就是它结果的控到期 一批果子吃完 下一批果子就很难再出现了 这个应该怎么去做 当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果子开始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要考虑怎么让它的下一批花芽形成 然后顺利的开花结果 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高磷肥刺激它出花芽 高磷肥应该怎么去给 可以给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左右浓度的凌寸二进角 每隔三到五天去灌根一次 给两三次大概率它的花芽就会出来 如果这个方法还不行 我们可以通过切根的方式 再根系三分之二左右用一个铲子 这样还割一圈 再配合着一定的控水 很快它也会出花芽出来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短日照 来让它出下批花芽 这个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把草莓植株给它搬到室内 然后用一个塑料袋给它照一下 照个两到三天再拿出来 反复两三次 大概率也可以出花芽出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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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